张敬伟等人贪污之罪条例案件 我们在今天12月30号这个判决 张敬伟跟黄明星中圣伦 他们原先都是服务在南荣路派出所 那黄明星后来是调到了八肚派出所 那在这个我们说黑道 也就是说在跟毒品有渊源的 那个被告叫做宜梦修 那他是跟这个张敬伟呢 他们是提宝生 提宝生 然后所以是本来就是认识的这个朋友 那为什么会共同犯罪呢 就是在于这个绩效 警察制度的这个绩效的一个制度 那以及这个黄明星 是基于他们的经济的压力 周胜伦也是在绩效 还有他短暂的一个经济的压力之下 那因为刚好这于梦修呢 他有这个毒品的这个管道 所以张敬伟跟于梦修呢 他们就想到了这个黑痴黑的这个方式 那共组了这样的一个犯罪黑痴黑的这个形态 那毒品黑痴黑的一个形态就是说 利用这个于梦修去把他的上手 上手就卖毒品的人 把他邀约出来 然后把这个讯息呢 透露给张敬伟这些警察 然后呢 警察就到现场去逮捕 然后把他们身上的毒品查扣 查扣了之后呢 并没有全数的交回了他们所属的派出所 而是把他分装 分装了这个倒出来的一半了之后 剩下的一半就用砂糖去做混冲 张敬伟他们警察分到的一半呢 就由张敬伟卖给了余孟修 余孟修他怎么去处理他们不管 但是他就是余孟修必须要给他们钱 交给了这个张敬伟 由张敬伟来分配